欲所未见 奥迪巴家族 本节目由一期大众奥迪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健康睡眠开创者穆斯特约赞助播出 1999年9月9日 9点9分9秒 华达就在那一刻成立了 到现在已经22年了 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它要有创始人对这一个行业发展的准确的判断 也有加过情怀的成分 用新的科学技术来解决过去不能解决的级别 新的学科发展总是在争议中 怀疑中成长 真理还在穿鞋的过程中 满大街都是洋洋 最怕死的人为什么冲到前面 雷尘火神与方舱 还需火眼变阴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今天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下 为坚决遏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白云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布 1月23号任正防守 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很无助 因为确确实实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 算是百年不遇的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 在疫情之前可能大家提到滑大基因 很多人会说滑大基因是什么 会问你核酸检测是什么 当时是大年初二的时候 2020年 然后那时候大家可能还在家里过着春节 当时武汉的疫情比较严重 王老师第一时间就年都不过了 就直接带着团队就冲到了武汉 那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你说过 你说你是一个很贪生怕死的人 但当时武汉疫情的时候 包括现在是哪有疫情 你就奔着哪去 在大的疫病的面前 个人的贪生怕死不管用 你往哪躲 如果是全国全球的这个传染开了 任何人都无处藏身 差不多得有将近20年前的那场SARS 到这场新冠 从华大来讲 他们遇到的困难有什么相同和有什么不同 第二次再遇到总会比第一次好 中国的这一次防疫 还是应该说给全世界做了个榜样 如果说有点困难 那也是在一月底的时候 先是没有核酸检测事剂 再是没有核酸检测能力 这才有华大基因的老师长汪健 在大年初一英雄武汉 就借了这个叫火眼实验室 如何提升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能力呢 昨天我们迎来了好消息 武汉火眼实验室在光谷正式启动 这里是目前武汉批量检测能力 最大的第三方机构检测点 火眼实验室当时是怎么想出来的 去年1月下学的时候 参加省里面的讨论会 大家都在讨论雷声火声和防舱的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治疗上面 我说雷声火声和防舱 还需火眼变阴阳 没有火眼睛睛怎么发现这个 有病的人 没测更要测 你才知道它的变化规律 火眼实验室用41个小时 完成了180万人份样本检测 病原计划时间提前了7个多小时 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安定 这些疾病得到控制 我们才有个人的安宁 5月22日全国无新增报告确诊病 截至9月18号 全国累计报告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人数超过11亿 因为现在病毒在不断地变异 有的人就提出来说 这疫苗是不是打了也白打 您对打疫苗的这件事情怎么来看 我想都不想就打 而且我一直在监测我的抗体浓度 什么事情都要一个量化的指标 拿出百万人统计数字来 拿出这个统计数 打了没打的差别是多少 然后打了以后 你抗体的中和抗体的浓度是多少 然后跟临床的效果 你必须量化地说 咱们中国人这里很多都是这个 一种模糊的八卦的那种说法 这个我就不认同那种东西 你只要拿出科学数据来 好和不好 很多的问题就在于 真理还在穿鞋的过程中 满大街都是摇摇 我知道你现在也是一个 行业内的客户大V 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一个技术的普及三件事 第一叫成本可控 成本可控了 你这个技术才有 大家都能够用得起的可能性 你看我们全民的核酸检测 全一届中国肯定是最便宜的 第二个问题是解决可及性的问题 渠道可及 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认知正确 因为在生命科学里特别容易出这种 你会觉得秀才育兵的问题 说多了人说你听不懂 说少了人家说你不严谨 所以科普这个行业未必比科研好干 习总书记都大会上讲 就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 是我们科学发展的两亿 要比一齐飞 你既是一个从业者 你有这个意义 你作为行业的一个头部的一个领导者 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担当 他说对啊 我就是要做很多科普 让更多的人懂得 其实科学并没有那么远的距离 可以用很多通俗 一懂的话 大家明白科学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他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这一块主要用来是干嘛的呢 科研啊 什么现在就抢光了 已经现在都被抢光了 就被抢光了 这就是新的这个再见了 对啊 你看这看一眼就很震撼 哇 很巨大的吧 非常巨大 这是科研大楼 我把电梯砍得只是四部电梯 这么大个楼只有四个电梯 统统给我爬楼 过来年 那这个设计肯定有问题 不是 现在留着有二十多号楼电梯跟那个 但是只开四个 那你可以 那可以 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像个老顽童 其实他可以活得很轻松 因为已经很成功了嘛 但是他真的活得很朴素 登个自行车去上班 衣服永远都是滑大的那种T恤 就是他好像对物质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 他更多的是希望说 能够真的在人类的发展史当中 能够在健康啊 公共卫生啊 等等方面 能够做出他的贡献 他是个很纯粹的人 一定要这个这个 跨越自己的极限 1999年的时候参加了人类金组这个计划 认领了那个1%嘛 当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人类金组计划 这是一个给全人类共享的 如果我们不做 中国就失去这个机会了 在2000年以前 我们多数是一个旁观者 一个追随者 参与的非常少 所以人类金组计划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们有那么一个历史机遇 也做出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重大的技术转折 如果这个技术你不跟上去 就像我们今天说你一定会被卡脖子 就是第一个入牌局的人里头就没有你了 所以这场入场券非常重要 这个1%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它今天都不仅仅它是对华大的意义 它乃至对中国在基因组学的 这种思考子这个重要性 今天中国在基因科学上能取得这么多的成果 应该来讲跟1%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新的学科发展总是在争议中怀疑中成长 新的时代我们走向了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阶段 新的科学技术能不能跟人类社会做贡献 也是我们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的一部分 那为什么不做呢 这个湖是从上面在一层的下来的 这个我们叫它生命之湖 实际上就是想去营造一个这种山 海 林 草 湖 滩 然后和生物的一个这样一个和谐共生体 生命是靠互补 是靠共生 共生到共期 共期到互利 最后才变成一个生态了 这些是我们做人类基因组的时候 差不多华大成立的时候用的思绪 这都差不多二十多年前的东西了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因思绪工厂 来自于国家基因互略这一套平台 而且特别自豪的是这都是中国造物 很壮观 中国从通过购买产品到后来我们部分的用国产的材料 部分的用进口的这种设备 然后到现在全部整套设备都是由 中国生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的骄傲 未来你觉得华大还有哪些愿景和构想 我们就希望我们能不能在一些治疗上做出一些贡献来 我指的是早期的 不是在后面的空前癌 结肠癌 地中海贫血 我们能不能早期的发现它 诊断它 能不能提供一些有效的干预措施 和一些有效的治疗手段 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预测预防甚至干预 这是我们现在产业上很想做的事情 像肿瘤 很多的时候肿瘤 与其晚期做个基金检测 为什么不更早的来了解 原来早期测测分泌就能知道结立肠癌 早期测一测这个宫颈的分泌物 就能知道是不是有HPV感染 以避免产生宫颈癌 这种意识也是需要往下去做的 在基因领域全世界 我觉得中国绝对算是非常非常领先的 华大是如何保持创新发展的呢 我们的这个愿景 就是基因科技造福人类 消灭天花 消灭小人麻痺症 预防疟疾 血腥虫 这些基本上都做到了 在那个时代 用那个技术解决了那些问题 在习总书记的新时代 用新的科学技术 来解决过去不能解决的疾病 它是一个人命至上 生命至上的这么一个因果关系 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把商业放在前面的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精神力量下 和这样的人生目标下 去构建华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模式 或者这个一种创新的方式 今天的这个时代 特别想问您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啊 伟大的国家 不是口号吗 不是口号 你想想我们从那个康前盛世到一地鸡毛 百年的屈辱 对吧 谁都来跑来欺负我们 现在这个整个国家的发展进入这个全新的这个状态 尽管有很多不顺 也有很多不愉快的地方 但是比较起来 这过去的40年 中国的这个发展 是不是要排世界第一啊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 没有这个时代 没有我们的今天 但是我们也在这个时代中间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来 多少在心里面感觉到我们也无愧于这个时代 喷下心往皮肤沿着 我们继续做出我们的这个努力和贡献来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享受我们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 两谋一福 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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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佛人 中国的公司 已经做了一些很严重的行动 武汉 已经禁止了 外奖 中国的总统 习近平 确定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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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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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争对核心的战争 您觉得爱是什么? 生理学的意义上是一个技术水平 在精神层面上是对整个人的社会 对整个大自然的关心热爱 因为你从中间获取了 你得回馈了 你得爱啊 你觉得爱是什么? 人类基因的一种特殊表现 好吧 这么冷静